我想给你们分享这一本书 Pinocchio 非常有名的儿童的书 可是它也有很多的意义 所以我准备这个PPT给你们分享 因为可能你们只有看第四尼卡通版本 觉得它是一个说谎的木偶 然后说谎的时候鼻子变长而已 然后可能你们觉得不要说谎就好了 要当乖乖的小孩子 可是这本书更丰富的更好玩的 我看了其实我小时候都没有看 因为我小时候不喜欢看书 是最近我才看的 因为我听到一个很棒的老师介绍的 然后发现其实它的意义非常的深 然后我看了意大利版本 我就一边哭一边笑 所以我觉得一本书让你又笑又哭 当然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然后我找到这个中文的版本 然后它是按照原本的意大利的全部翻译好的 所以不是一点点或者乱写的 是真的很不错的 但是这个Pinocchio的相遇 那下面我写的我们的生命都是充满很多的不同的 跟不同的人事物的相遇 所以真的这本书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人 那人物的介绍里面的人物很多 那我就先稍微介绍一些重要的人物 因为我们把这本书看成一个大比喻 所以每一个人物可以代表某一个或者很多的意义 那首先一开始这本书的有一个木工 它是叫做樱桃师傅 然后他在自己的工作坊里面的有一块木头 他想要做一个桌子的脚的时候 他就听到了一个声音是来自这个木头 然后他觉得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非常充满害怕恐惧 然后就把这个恐惧变成暴力 就把这个木头摔来摔去 然后最后把它送到另外一个木工 所以这个角色就在第一张出现了 然后就没了 可是它的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它代表这个实贞主义 唯物主义者 理性主义者 就是说只有我可以看得到的 听得到的 才存在 如果一个东西超过我的范围 那它不存在了 这种态度 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的话 那我们没办法看这本书 我们没办法真正的认识 认识自己啊 因为世界很多东西超越我们的 能够了解的能力 而且真正的理性的灵异 不是说只有我听得懂的 才存在的 真正的理性的灵异 应该是说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想要认识更多 就是我还不知道的东西 我才想要认识的 那终于有这个 创造Binocchio的师父 叫做 Gepetto 小洛瑟 像耶稣的爸爸也是一个木工 然后 他代表天主父 天主爸爸 因为他创造人类 Pinocchio就是人类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跟刚才看到的这个师父 完全不一样的 他有一个美丽的计划 他一看到这个木头 他就想要做一个 一直陪伴他的小孩子 然后跟他度日子 过日子 然后他给Pinocchio一个名字 然后给他吃的 穿的 给他教育 然后为他哭 爱他 像一个真正的一个爸爸一样 那 所以 还有会说话的蟋蟀 很特别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 很多动物都会说话 可是只有这个蟋蟀 叫做会说话的蟋蟀 他的本名是这个 所以他说话是他的特色 那他住在Pinocchio家 说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所以他其实是代表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说他是理性或者 或者圣经 或者圣经 或者主持人的神父说是人的心 那些很多的渴望 很多的真的要知道真理 不要停留在世界的这个肤前的 然后Pinocchio就把他杀死了以后 这个角色会不断的重复出现了 因为真的没办法 完全压死我们的良心 如果我们做坏事 还是这个声音还是归出来了 然后Pinocchio碰到一个叫做吞火人 Mangzafoko Mangzafoko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操作木偶的人 然后一开始他很凶很可怕 他有很多的其他的木偶 然后我们可以说 如果一个人拒绝 我们跟天主妇的关系 跟这个创造我们的那个爸爸的关系 那很容易变成很多不同的 有权力的人的努力 所以我这边写的在故事当中 Pinocchio因为逃避跟爸爸的关系 他就变成很多很多的权力人 食物的努力 所以只有认得天主妇跟他有关系 人类才能真的得到自由 那这个角色很重要的是 南法仙女 我们说的Gepetto是Pinocchio的爸爸 也是代表天主妇 那这个角色是谁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 她是妈妈她是母亲 在故事里面的 一开始她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 然后也变成很老的一个老太婆 然后也是一个妈妈 在故事当中她也说我是你妈妈 Pinocchio也称她为妈妈 然后为什么我们说是教会 当然我们相信教会是我们的母亲 真的她有这个角色 很特别因为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不是一口气全部都写完了 它是一个一个的被等在一个儿童的 宝纸上 然后作家Colodi到了一半 他就把Pinocchio被杀手 凶手挖在一个很大的树上面的 Pinocchio就死掉了 然后这个作家说 结束了 故事结束了 Pinocchio死掉了 然后看这本书的小朋友 他们觉得不行了 他为什么死掉了 他们要看结局 好的结局 所以他们要求继续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作家必须把它完成了 然后把这个Pinocchio以来死掉了 复活起来了 复活起来了 以后就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 那还没有死之前 他在逃跑 因为有两个凶手要杀死他 非常可怕的一个部分 然后他跑着跑着 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房屋 在森林里面的 然后这个房屋 白白的 他就敲门 在窗户打开 有一个少女 就是他 然后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 然后白白的 成白的 然后Pinocchio问他 救命救命 然后说这边没有人 然后大家都死掉了 我也死了 然后Pinocchio 就没有开门 这个女人没有开门 然后Pinocchio被抓了 然后被杀死了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 对作者来讲 教会有时候有这个可怕的面貌 就是死掉了 没有没有 没办法提供给我们什么救恩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感觉到的 就是教会离我们遥远的 他提供给我们的救恩的方法 我们不懂 那我们看这个故事 因为Pinocchio被 被仙女救起来 然后放在床上 然后她 她 那个妈妈提供给她 一个药物 这样子才 Pinocchio才会好 可是Pinocchio 拒绝喝这个药物 这个故事差好玩的 他拒绝 很调皮啊 然后 因为那个药很苦 然后 后来 他们说 你们不怕死吗 他说我不怕死 可是 后来看到了 抬棺材的四个黑的兔子 他就害怕 然后就喝了这个药 那我 这里我要跟你们说的是 这个药可以代表 教会提供给我们的 盛世 比如说和好盛世 身体盛世 教会提供给我们的救恩 不是一个魔术 就是 然后 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提供给我们一条路 提供给我们 一些悔改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拒绝他 或者接纳他 那如果你拒绝他 结局是死亡 如果你接纳他 你就好起来了 所以他愿意接受 这个苦苦的药物 然后他就重生了 他说 我终于重生了 所以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的角色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马上回来